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撰写了悼念文章 纪念白求恩 虽然白求恩自温哥华一别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但是他的追随者们一批又一批地从温哥华出发 踏着白求恩的足迹续写着白求恩的传奇 他们被誉为当代白求恩 我组织这些加拿大的医务工作者到中国去的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交流 把加拿大的这种医疗的理念 这种先进的一些知识 能够跟中国的同行进行交流 第二能够让加拿大这些医生护士 能够深入到白求恩他工作学习的地方去 另外到边缘地区去 能够身体力行给贫困的农民 父女儿童看病 然后一诊 第三个我们希望能在里边筹集一些款项 我们到了之后能够做一些捐赠 中国教育电视台还为此活动专门拍摄了一部三级纪录片 而常年载着松柏间的诺尔曼白求恩 他的年龄永远被定格为49岁 2014年10月11日 在河北省石家庄的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举办的中家论坛 中家论坛的举办 不仅是为了纪念75年前在中国牺牲的白求恩 更是为了让白求恩的精神成为中家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 在白求恩倡导下并参与创建的检查剂卫生学校 就是今天的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 所以我今天想讲一讲加拿大医学的一些特点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就是由白求恩创办的 河北省来源县银山口村的这个小庙 曾经是白求恩做手术的地方 也是那张经典的小庙手术救助的照片的拍摄地 沧海丧田时光飞逝 曾经在这里战斗过的人们都已经长眠在松柏之间 只有他还静静地处立在那里 告诉后人们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 为了纪念白求恩的精神 我们决定给咱们这个山村的小学捐赠物资 一整队的工作者们还用自己精湛的医术 为每一位需要医疗救助者服务者 这不仅仅是在传承白求恩精神 而是在不同的时代 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白求恩的精神 在中家两国医疗工作者的协调下 整个的疫症活动不仅井然有序 还吸引了更远的山村里的人过来看病 有多长时间了 体重有变化吗 体重有变化 体重有变化 我们从2009年第一次到唐县的牛眼沟村见到真意 当时他也是主着双拐 他原来下肢几乎都没有什么感觉 他现在的第一个下肢已经有知觉了 而且过去他需要主双拐 现在单拐了 然后现在希望他将来能够把拐杖去掉 他的学习用品 多数都是我们负责给买的 包括计算机 手机 课本 等等这些 他的一双日常用的东西 同时呢 我们在当地呢 雇了一个医生 就他们本地卫生院的医生 就是我们发给这医生工资 每月发给他工资 已经发给他三年了 他每周到这个真意家去帮他做康复 十一月十二号是这个白圈的诞辰 就是他的逝世纪念日 所以说呢 我们那天呢 特点那天十月十二号 那一天到了白圈的墓前 竞献了花圈 这是当时我是会长 跟我们的一个副会长 加纳的总督跟他的先生 然后呢 来向白圈墓竞献花圈 说明加纳的政府 对于这个白圈也是非常重视的 也非常的希望能够把白圈墓 作为一个中家两国人民 有的一种桥梁 一种象征 庆祝加拿大白圈墓协会 创会十周年 纪念白圈墓 重走白圈墓座谈会 论坛即筹款晚宴 隆重举行 中家两国的嘉宾 约定共同携手 让白圈墓精神 成为中家两国人民 世世代代有好下去的桥梁和正名 回忆往过去 占一望未来 中家两国人民 将继续秉承白圈墓的精神 沿着白圈墓的足迹 不断践行白圈墓精神 驾起中国和加拿大两国人民 世代友好的桥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